超級電視臺 再來冰水的洗臉 能夠消除臉部水腫 感覺這樣好像滿有效的 應該會這樣子 因為熱狀冷縮 冷縮就會讓它 因為我想要冷縮 冷如果縮的話 就血液就不循環啦 我是這樣想啦 所以我就選擇是 阿老師是這樣子嗎 是沒錯啊 因為我們的這個水分 是要靠血流把它帶走 那如果說你這時候 讓它一冷的話 它一收縮 它就不帶了 好 再來 女性生理期的喝豆漿 能舒緩經期水腫 我在瞎掰了 我只覺得豆漿很好 我們都以為是很不好 豆漿是人吧 對啊 它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有一種水腫 剛剛我沒講到 就是經期前水腫 那女性確實有時候 在月經來之前 它會有水腫線這樣 蠻嚴重的 那它那個是因為 它體內荷爾蒙在變化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28天內 荷爾蒙一直在變化當中 從磁激素開始沒有 然後慢慢上升 到排卵的時候最高 然後在中間再掉下來 維持一個均等的量 然後最後掉下來 所以它這個磁激素的變化 就會使得你水分的調節 產生改變 那因為這個黃豆的這個食品裡面有大多益黃酮 它可以類似磁激素調節它的那個荷爾蒙 所以對於特別對於金前症候群的水腫 有一點點幫助 對 所以特別是黃豆一定要對金期 黃豆對金期 對如果說平常的水腫就沒有什麼消 哦 這樣子 就沒有什麼消 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這個題目是要對的 要對這個 對 好啦 講到這邊 吃的我們也講了 怎麼樣做的偏方到底有沒有效 我們也講了 對不對 當然消水腫運動也是很好的方式 但是我們今天請了一位中醫師 哦 他用這個穴道 來教我們怎麼樣把水腫消掉 哇 這超棒的 自己能做 來 我們來歡迎李四夷醫生 李四夷中醫師 醫師學歷 整療經驗豐富的他 今天要獨家傳授消水腫的穴道按摩法 電視機前面的你 深受水腫苦惱嗎 專業的中醫穴道按摩法 馬上教你做 大家好 我們可以就是找身上一個叫 熱脈的穴位 叫它叫水分 它很好找 就是要先找你的肚臍 在這裡 在這裡對不對 對 肚臍上兩個手指頭的距離 然後你一樣就是看著我們的 誰在有健康就開始按摩這個穴位 那這個女孩子 他可以消全身的 轉樣 你可以做一個 按時鐘 一分鐘 對在歷史中 我問一下 醫師我現在懷孕我可不可以按 OK 基本上你懷孕三個月 兩個月現在兩個 OK 以下的話是可以按這個穴道 但三個月以上 就不見你按這個穴位了 對 那他說到八個月 如果生小寶寶的時候 腫 那個腳腫什麼什麼的 腳腫等下會有一個 很好的穴位 你就可以按那個穴位 這個不要按 大概還有另外一個 對 那像女孩子 像早上起來容易水腫 對你就按摩這個水分 你聽他的名字叫水分 就是銅管全身水液的一個代謝 那男生他有一個穴道 應該說有兩個穴道 一定要學會 一定要在肚臍 肚臍下 四個手指頭 四個手指頭 是關圓穴 關圓穴 對 然後兩個手指頭的地方是氣海穴 氣海穴 對 所以我們就學會囉 上面從水分一路按下來 氣喊關圓順便按一按 氣海跟關圓 它跟全身的氣有關 所以男生按這裡可以不勝氣 一樣女孩子按的話 他對我們的氣功 都是這樣順的按 所以老師 我現在心跳加速是正常的嗎 你會覺得全身有熱起來的感覺了 對 把身體在感動 老師這樣要按多久一次 你可以按三到五分鐘 但一天不限什麼時間按 都可以按這樣子 所以你一次是只要壓下去就好嗎 壓下去你稍微 對 順時鐘 順時鐘 順時鐘一分鐘 然後逆時針再一分鐘 還有逆時針 那大概來回做三到五分鐘就可以了 注意喔 上兩指 肚臍上兩指 肚臍下兩指跟四指 對 那女生做兩指跟四指一樣 比較不要緊 沒有關係啊 也可以不勝氣 然後像如果 像預備要懷孕的時候 其實你按摩氣海跟關圓 它是有助於受孕的 氣海穴跟關圓穴 對 肚臍往下兩指跟四指 對 那有些啊 而且有些女孩子它是因為氣太虛了 就是氣太弱造成的水腫 那你就要多按摩這三個穴道 都會有幫助 那還有一種是它是因為久站 像大家久站或久坐很容易下肢水腫 對不對 那麼你就是可以按摩自己的 來我們翹這隻腳 翹腳啊 對我們走一 翹腳按穴道可以的 好 我們按摩一個叫陰靈泉的穴道 好 陰靈喔 對 陰靈泉 對 不要嚇人這樣子 那我們就沿著進骨內側 一直走喔 走喔走喔 開車走到 要轉完冷淡你不要轉回去 請你停下來 好 這個很痛 這個穴位 這個很痛 對 然後你看它這裡陰靈泉 你看它這裡整個都白了 有沒有看到整個都腫的 對 因為它腫的很厲害 所以按摩這個穴道的時候會很痛 而且好深沉的痛喔 但其實我們有很大的力耶 對 那麻煩老師你稍微大力的按按按看它 好 讓它知道什麼叫深沉 你剛剛有愁了 好 哇 哇 哇 其實它的力道都還算是正常的 你真的很容易水腫對不對 真的痛 你看它很厲害 哇可蘭臉都白了 它不是熱起來 它是整個全身都 都紅了 OK 那其實像一樣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站一整天回家之後呢 一樣你就看電視的時候 或者吃完飯休息 你就多按摩這個穴位 那其實它這個穴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點叫三音膠 大概是在足內懷站 四個手指頭的距離 一樣在骨頭的後面 這個也很重 對 其實很多觀眾會先按一下 如果你按這個穴道 會很痠很痛 代表你肝平腎的膜 一筋可能有出現問題囉 就是肝平腎 就是腳踝的那個骨頭 往上四指頭 對叫足內懷肩 對晚上四個手指頭 其實取穴要很準還蠻重要的 你按摩這個穴 真的嗎 有那麼痛啊 那我這邊不痛的話這種 代表你肝平腎還不錯 只是你有水腫的現象 真的假的老師 你再認真把它按一下 用力一點 看它這裡還OK 看它可以了多久 對我們看它可以 大概就可以感覺到是還OK的 好紅喔 所以就要夾起來 所以就是哪裡有問題 就會擺起來 你擔心吧你 對 其實如果你按到會痛的 那你真的要常常按它 它通了以後 就比較不會那麼痛了 好 所以這樣 像這樣要按多久 比如說按了幾天之後 水手會明顯消下 其實它你認真按個三天左右 你就會覺得 對下肢的水手就會消掉 老師只要按一隻腳 還是兩隻腳都要按 兩隻腳都要交替 兩隻腳都要交替 那一樣 我們就是沿著這樣足內懷內側 一路 這樣上來 要轉彎的蛋 請你不要轉彎 你就壓這個穴位 它痛的樣子好可愛 對啊 好痛 對 我可以言喻的痛 有空幫自己多按 把自己的經絡成功 好 整個氣色都會很好 現在大家了解了 了解 這個肚臟上面的兩指 跟肚臟下面的兩指 跟四指 還有大腿的 不是這個小腿的內側 腳踝上面的四指 舌廳往上一直跑跑跑跑 要轉彎的地方 不要彎那個地方 多按一下 就差不多這五個穴道 很簡單 三天之後 明顯就會消水腫的感覺 對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進行健康上菜 來 我們今天要做的健康上菜 是這個芹菜土豆 土豆一般在內地在講是馬鈴薯 對 台灣的可能講做花生 這是馬鈴薯 那我這邊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今天做菜 這個實在有一套的第一個重點 它重點在哪邊咧 要隨喜土豆絲 然後去除澱粉 有點滑滑黏黏的那個 應該怎麼講 澱粉其實就是讓這個食材 湯汁變濁 食材變軟的重點 好高的學問 湯汁比如說我們在勾芡 是不是用澱粉 馬鈴薯其實也是一個澱粉 它是澱粉 所以說你一旦你的澱粉沒有洗乾淨 下去炒之後的馬鈴薯就糊糊了 不脆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你沒有洗乾淨 它的澱粉是不是也是 殘留在馬鈴薯外面 那就是包住了 包住了它也不會脆 所以馬鈴薯我們在做的時候 要讓它很 要讓它脆 重點就是這個部分 像我們這個菜啊 少油少鹽 然後沒肉 然後沒肉對 對 生養生 香喔 真的聞到好香的味道 好香喔 真的好漂亮喔 好香喔 那個味道出來了 從綠上來 更濃了 好脆喔 這個味道就可以吃一碗飯了 好香喔 聞到好香喔 好脆的聲音喔 胡椒油 這是胡椒油的味 香味 要進去聞 沒有沒有 聞就好 保證口口香 保證口口脆 保證口口都對味的青菜土豆絲 文告回來 他們是獨家要教你一貨 好